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坐火车 动车又去海口了 今天去海口办点事儿 然后现在是青空洼里 看了海口的天体报 海口今天有小雨 我去了海口好几次 大部分都是晴朗的 但是有时候下雨一下就下一天了 今天游着去看看海口的天气怎么样 也给大家拍一下海口的城市的面貌 来感受一下最海南的味道 海南粉 这是一个小店 觉得非常多 海南粉就是比较细 如果是暴罗粉就比较粗 像米粉一样 像米粉一样 看来它一拌出来 有食欲 特别诱人 就会有食欲 感觉海南粉就是像水 吃海南粉 还送了一碗汤 吃起来有点甜甜的 谢谢 味道非常好 好 吃完了 两份 吃得好开心 吃在海口 真是名不虚传 这里一条街都是小吃街 一会儿我给大家拍一下 看看都有什么小吃 这里是海口 一个不知名的小胡同里 特别有生活机器 在这里吃的小吃 小吃特别好吃 强烈推荐的 我认为每一家都应该做得非常不错 因为每一家里面做的人都要做马子 做的人都非常多 刚刚我实际是妙嫂 暴罗粉 我晚上在下来吃饭的时候呢 吃这个牛奶饭 或者是文昌鸡饭 品尝一下海口最地道的美食 海口啊 如愿以偿 你就下大暴雨了 我每一次来海口 每一次都是大暴雨 看看 滑滑的 电动车都起不了了 他们现在都在这里避雨 好多人 左边右边 可是 今天那雨的声音 大暴雨 这是在海口的早餐 早上吃的包子 白粥 这个包子 白粥吃两个 在醋吃两个 在健欧吃两个 剩几个拿的 明天早上吃 这是在海口啊 小店吃的包子 走白粥 一共花了八块钱 肉馅的 非常好吃 好了 我现在准备去考试了 祝我自己考试顺利通过 别失误了 只要不失误应该没问题 已经退房间了 现在呢 要从宾馆 离开了 我们准备坐高铁 为海话岛 饿了 先给他买一点 买点饺子 肉馅 今天呢 我们 昨天吃的那个海南粉 特别好吃 今天又来吃这个海南粉了 没吃够 今天又吃两碗 塞 看这光热 记住舌尖上的感觉 昨天吃这个太好吃了 没有吃够了 吃在海口 这整不是一句控话 酸水 肉 腥 肥 肥子 等等 各种东西 花生米 酸菜 一碗只需要8块钱 这是腌海南粉 这腌海南粉太好吃了 还赠送一碗 高汤 这个呢 是海南粉的灵魂 加完灵魂之后 确实 是不是更好吃了 嗯 更好吃了 更好吃了 现在乘坐的是96公交车 返程了 真正的体会到了 吃在海口 玩在塞亚 海口的美食简直了 太美了 太好吃了 过几天我再来打卡 这里呢 是海南师范大学 隆坤南校区 对面 看 紧着手牌 走咯 回答单后咯 走咯 回答单后咯 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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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要到白马九了 居然下大雨了 回家好几个小时 回不去家了 回家好几个小时 回不去家了 在海南呢 最应该准备的一个东西就是雨伞 看看这白马九是大雨下的 要下三个小时这么大的雨 哇 都恨不得坐到塞亚了 看这不合理 都恨不得坐到塞亚了 塞亚就在那前面了 大暴雨啊 完了 回不去了 下好大的雨哦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怎么回去啊 这雨的声音下都比哟 再喊 飘飘 海南这个雨啊 真的很硬性啊 所以下就下 而且还下得这么大 昨天我在海口的时候就赶上那些大暴雨 下得特别大 特别恐怖 今天呢 又是一样 又是大暴雨 过了个线 所有乘客都困在这了 没有办法了 雨小了很多呀 不过好像也是很大的样子 我们也冒着雨回家了 好了 这个视频呢 从海口排到白马居 两天的生活呢 就排到现在了 排完了 过几天我如果再去海口的话 我再给你拍 拜拜